大家好 前两期做知习餐节目 我分别给大家介绍了 西式土豆准披萨 和西式米饭准披萨 那么这一期的准披萨 又是用什么来做呢 先别着急 用什么做呀 最后我肯定是会告诉大家的 不过也有朋友问啊 你介绍这些西式餐试中 为什么总有七十呢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已经多次介绍了有关气势 因为气势就是西餐的灵魂 正所谓气势就是力量 我所说的气势 其实就是英文 翻译过来 有很多地方叫知识 真正的中文名字 它应该是奶酪 当然奶酪 它也分干酪和湿酪 不过像那种意大利的著名的品牌 帕尔玛 这种干酪啊 比黄金都要贵 不过西方人的餐试中啊 基本上不看你的主料是什么 而看你的配料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主料 都是土豆或者是牛肉 但是你用不同的气势 那才体现出你的品质和你的身份 其实我们经常所听到的奶酪 奶油和黄油啊 它们之间呢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比如奶酪啊 它就是以动物乳汁为原料 制成的半尼固食品 它的主要成分呢 就是蛋白质和脂肪 再比如奶油 它的英文呢 其实就是cream 它呢 通常啊 是通过离心处理 从牛奶中分离出来的 由于离心强度不同啊 可以分成不同等级的奶油 第三种呢 就是黄油 它的英文啊 叫butter 它呢 就是在奶油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的提炼分离 让它的脂肪含量啊 达到了80%以上 剩下来的呢 就是水 碳水化合物 所以啊 在欧美国家啊 它们呢 叫起来就比较简单 无非就是 起司 cream 和butter 同样的产品 由于产地不同啊 它的品质就不同 所以啊 价格也完全不一样 好吧 接下来呢 要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这一款 西式蔬菜准披萨 所谓蔬菜啊 今天呢 我们就选择这种 包菜 有些地方呢 把它称之为 卷心菜 美国人呢 就一个名字 英文就是 cabbage 把这些洗干净 切好的 卷心菜呀 放入玻璃盆中 然后啊 再接着打四个鸡蛋 加入少量的奶油 进行 均匀的搅拌 这些流程啊 这些流程啊 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差不太多 接下来呀 我们还是准备一口平底锅 加入黄油 橄榄油 把刚才洗净切好的包菜啊 放入锅中 再把这些鸡蛋汁啊 倒入其中 让它们呢 摆不均匀 让这些鸡蛋汁啊 也充分的 寝食在这些菜里 因为这些菜啊 之前的空隙太大 所以啊 我们要拍得越结实 越好 然后啊 还是老套路 把这些干气势啊 撒在这些蔬菜的表层 接着呢 盖上锅盖 焖上个十分钟左右 同样的工序 用另一只盘子啊 把它翻过来 再煎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煎得差不多以后啊 我们呢 在它的表层 再撒上一些番茄酱 美国人呢 是最爱吃这种番茄酱的 尤其是披萨啊 应该是 永远都离不开这种番茄酱 吃习惯了以后啊 味道也的确不错 随后啊 我们在它的上面 再撒上一层干气势 随后呢 我们再在干气势上面呢 摆上一层香肠 当意大利的奶酪 遇上了意大利的香肠 正所谓 金风玉露 一相逢 便盛却 人间无数 看一看 这一款准披萨 与真正的披萨之间呢 越来越接近了 它的特点呢 与之前的两款准披萨 应该是大同小异 所不同的是啊 在这种蔬菜的里面 加入了两层的起司 和一层的香肠 应该说 味道是更加鲜美了 这款准披萨啊 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这也就是 为什么美国家庭中 都是男人和女人啊 分别做饭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 当做饭变得非常简单的时候 夫妻关系啊 反倒相处得非常好 如果一个家庭 把做饭搞得特别复杂 搞得特别劳累的话 反而啊 会引起很多的家庭矛盾 甚至啊 会引起夫妻不和 其实啊 在中国的家庭中 因为做饭而引发的矛盾啊 可谓是层出不穷 如何减少家务 尤其是啊 减少做饭的时间 让做饭变得更加容易 更加快乐 从这一点上来看啊 应该适当的选择 在家里做西餐 也就是这种简单的西餐 好吧 连续三期的准披萨节目呢 就已经做完了 你看了这些节目以后 有什么新的体会呢 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可以私信我 我将随时按照大家的要求 为大家提供一些 简单的西餐做法 好吧 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做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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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